字幕提供 為什麼要拍照鏡呢 剛剛整理開園的玩具 這個是玩具 是的 照鏡 我們叫做環境豐富物 這個始終是人工的地方 豐富了它的環境 就會令到它覺得開心一點 輕鬆一點 你有不同的時候 去編排一些不同的玩具給它玩 它就可以 今天有 一字畫鏡 漂亮不漂亮 梳一下頭 雖然它們的手好一點 但又可能明天有 不如今天還有運動打籃球 不同的豐富物 不同的刺激物 都會令到它有不同方面的學習和成長 就像這個玩具一樣 其實它是一個水瓶 但你看到裡面有些耳朵 牠們的手那麼短又如何 我們見過 牠們有些將牠壓在水底裡 入滿水 然後用嘴子倒過來頂住 這些魚有重量 牠就會掉出來 一條條掉出來 牠就在這裡接 其實玩具的意思 除了真的輕鬆玩 如果可以多一個學習的元素 就會更好 看看牠們吃不吃到魚 嘩 吃光了 好厲害 看完海豚 不如去看看大熊貓的玩具 好 你好,Donna 你好 我正在準備一些環境豐富項目 給洛洛和瑩瑩玩 這裡有一個 就是放這裡的水果粒 進去裡面 掛在樹上 讓牠們想想 如何把水果粒拿出來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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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力爬上樹 那就可以拿到食物了 其實訓練完花盡心思去設計玩具 就是想動物做一下運動 身體好些 自然病毒都少些 謝謝啦